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说三藏坐于宝莲寺禅堂中 灯下念一会儿凉黄水颤 看一会儿孔雀真经 只坐到三更时候 却才把经文包在囊里 郑玉起身去睡 只听了门外扑啦啦一声响亮 吸铃铃刮阵怪风 那长老孔吹灭了灯 慌忙将偏山袖子遮住 又见了灯或明或暗 便觉有些心惊胆战 此时又困倦上来 扶得惊暗上顿睡 虽是荷叶朦胧 却还心中明白 耳内阴阴听的那窗外 阴风洒洒 好风 真个呢 细细消消消 飘飘荡荡 细细消消 飞落叶 飘飘荡荡 卷浮云 满天星斗 皆昏昧 遍地沉沙 尽洒分 一阵加猛 一阵加醇 醇石松竹 敲青运 莽出江湖 波浪魂 瓜子纳 山鸟南漆 深耿耿 海鱼不定 跳喷喷 东西广阁 门窗托 前后防狼 神鬼称 佛殿花瓶 吹坠地 琉璃摇落 会登荤 香炉一岛 香灰凤 竹下歪斜 竹燕烟 撞翻宝盖 兜摇拆 宫主楼台 汉洞根 那长老昏梦中 听着风声 一时过处 又闻着禅堂外 隐隐地叫一声 师父 呼抬头 梦中观看 门外站着一条汉子 浑身上下 水淋淋的 眼中垂泪 口里不住地直叫 师父 师父 三藏欠身道 你莫是亡两妖魅 神怪邪魔 至夜深时来仔细我 我却不是那贪欲贪嗔之类 我本是个光明正大之僧 奉东土大唐旨意 上西天拜佛求经者 我手下有三个徒弟 都是降龙拂虎之英豪 扫怪除魔之壮士 他若见了你 碎尸焚骨化作微臣 此是我大慈悲之意 方便之心 你 你趁早前身远顿 莫上我的禅门来 那人一定禅堂道 师父 我不是妖魔鬼怪 亦不是亡两邪神 你既不是此类 却深夜来此何为 师父 你舍眼看我一看 长老国仔细定睛看出 只见他 头戴一顶 冲天罐 妖素一条 比喻带 身穿一绫 龙飞凤舞 褶黄袍 足踏一双 云头绣口 乌幽驴 手执一柄 猎斗罗星 白玉龟 面如冬月 长生老 行似文昌 开化君 三藏见了 大惊失色 急功身 力声高叫道 是哪一朝陛下 请坐 用手盲掺 扑了个空虚 回身坐定 再看出还是那个人 长老便问 陛下 你是哪里皇王 何邦地主 想必是鞭土不宁 缠沉欺虐 半夜逃生至此 有何话说 说与我听 这人才泪滴塞鞭 谈旧事 愁传媒上 宿前音 道 我家住在正西 离此只有四十里远近 那乡有座城池 便是星鸡之处 哦 叫做什么地名 不瞒师父说 便是朕当时创立家邦 改号乌鸡国 陛下这等惊慌 却因甚事至此 师父啊 我这里五年前 天年干旱 草子不生 鸣接击死 甚是伤情啊 三藏文言 点头叹道 陛下呀 古人云 国正天心顺 想必是你不慈虚万民 既遭荒歉 怎么就躲离成郭 且去开了仓库 镇计黎民 毁过前妃 重新金善 放射了那枉法渊人 自然天心合合 与顺风调 我国中苍鸣空虚 前凉尽绝 文武两般亭奉路 寡人膳食 亦无荤 仿效与王治水 与万民同受甘苦 沐浴斋戒 昼夜焚香祈祷 如此三年 只甘得阿枯锦河 郑都在危机之处 忽然中南山 来了一个全真 能呼风唤雨 点石成金 先见我文武多官 后来见朕 当即请他登坛祈祷 果然有应 只见令台响处 顷刻间大雨庞陀 寡人指望三尺羽足矣 他说 旧汉不能润泽 又多下了二寸 朕见他如此上意 就与他八败为交 以兄弟称之 此陛下万千之喜也 喜自何来 那全真既有这等本事 若要雨时 就叫他下雨 若要金时 就叫他点金 还有哪些不足 却离了城雀来此 朕与他同请使者 只得二言 又遇着阳春天气 红杏腰桃 开花湛蕊 家家侍女 处处王孙 聚去游春赏丸 那时节 文武归牙 平非转愿 朕与那全真 携手缓步 至御花园里 呼行到八角琉璃井边 不知他抛下些什么物件 井中有万道金光 红阵到井边 看什么宝贝 他兜起雄心 扑通地 把寡人推下井内 将石板盖住井口 拥上泥土 一一株芭蕉 栽在上面 可怜我呀 已死去三年 是一个落井伤生的冤屈之鬼也 唐僧见说是鬼 吓得筋力酥软 毛骨悚然 没奈何 只得江言又问他道 陛下 你说的这话 全不在理 祭死三年 那文武多官三公皇后 与三朝建家殿上 怎么就不寻你 师父啊 说起他的本事 果然世间罕有 自从害了朕 他当时在园内摇身一变 就变作朕的模样 更无差别 现今 占了我的江山 暗清了我的国土 他把我两班文武 四百朝官 三公皇后 六院嫔妃 禁属了他意 陛下 你推也诺 何诺 陛下 那怪盗有些神通 变作你的模样 侵占你的乾坤 文武不能识 后妃不能小 只有你死的明白 你何不在阴私阎王处巨告 把你的曲情 申诉申诉 他的神通广大 官吏情俗 都城皇常与他会酒 海龙王尽与他有亲 冬月天祺是他的好朋友 时代阎罗是他的一兄弟 因此这般 我也无门投告 陛下 你因此理 既没本事告他 却来我阳世间作甚 师父啊 我这点冤魂 怎敢上你的门来 山门前 有那护法诸天 六丁六甲 五方皆地 四直公草 一十八位 护教企兰 静随 静随安玛 却才灰夜游神 一阵神风把我送将进来 他说 我三年水灾该满 酌我来拜业师父 他说 他说你手下有一个大徒弟 是齐天大圣 极能斩怪降魔 今来 今来至心拜肯 千奇到我国中 拿住妖魔 辩明邪政 朕当劫草闲还 报仇 施恩也 陛下 你此来 是请我徒弟 与你去除雀妖怪吗 正是 正是 啊 我徒弟 干别的事不计 但说降妖捉怪 正合他一 陛下呀 虽是拙他拿怪 但恐礼上难行 怎么难行 那怪既神通广大 变得与你相同 满朝文武 一个个言和心顺 三公嫔妃 一个个情投意合 我徒弟纵有手段 绝不敢轻动干戈 躺被多官拿住 说我们七邦灭国 问一款大逆之罪 困陷成终 却不是 画虎刻虎也 我朝中还有人类 却好 却好 想必是一代亲王是长 发复何处镇守去了 不是 我本宫有个太子 是我亲生的储君 那太子 想必被妖魔贬了 不曾 他只在金鸾殿上 五凤楼中 或与学士讲书 或供权真登位 自此三年 尽太子不入皇宫 不能够与娘娘相见 此事何故 此事妖怪使下的计策 只恐他母子相见 贤忠 论出长短 怕走了消息 故此两不会面 他得永驻长存也 你的灾团 响应天赋 却与我相累 当时我父曾被水贼伤生 我母被水贼欺占 竟三个月分灭了我 我在水中逃了性命 姓金山寺恩师 救养成人 记得我幼年无父母 此间的太子师双亲 残皇不已 你纵有太子在朝 我怎得与他相见 如何不得见 他被妖魔居下 连一个生生之母 尚不得见 我一个和尚 遇见何有 他明早出朝来也 出朝作甚 明日早朝 令三千人马 甲鹰犬出城采猎 师父断得与他相见 剑师肯将我的言语 说与他 他便信了 他本是肉眼凡胎 被妖魔哄在殿上 哪一日不叫他几声父王 他怎肯信我的言语 既恐他不信 我留下一件表迹于你吧 是何物件 那人把手中值得 金香白玉龟放下道 此物可以为己 此物何如 全真自从变作我的模样 只是少变了这件宝贝 他到宫中 说那求雨的全真 拐了此柜去了 自此三年 还没此物 我太子若看见 他独物私人 此仇必报 也罢 等我留下 若徒弟与你处置 却在哪里等吗 我也不敢等 我这去 还要求夜游神 再使一阵神风 把我送进皇宫内院 托一梦 与我那正宫皇后 教她母子们何意 你师徒们同心 三藏点头硬承道 你去吧 那元魂叩头败别 局部相送 不知怎么踏了脚 跌了一个筋头 却原来是南科一梦 慌得对着那盏昏灯 连忙叫 土地 土地 八戒醒来道 什么土地土地 当时我做好汉 专一吃人度日 寿用兴山 其实快活 骗你出家 教我们保护你跑路 原说 只做和尚 如今拿走奴才 日间挑包袱牵马 夜间提尿瓶雾角 这早晚不睡 又叫徒地做肾的 徒地 我刚才服在岸上打盹 做了一个怪梦 行者跳江起来道 师父 梦从响中来 你未曾上山 先怕妖怪 又愁雷路远 不能得到 四年长安 不知何日回城 所以心多梦多 四老孙 一点真心 专要西方见佛 更无一个梦而道我 徒地 我这桩梦 不是思乡之梦 才然合眼 见一阵狂风过处 禅房门外 有一朝皇帝 自言是乌鸡国王 浑身水尸 满眼泪垂 这等这等 如此如此 将那梦中花 一一地说 我与行者 行者孝道 不孝说了 他来托梦与你 分明是照顾老孙 一场生意 必然是个妖怪 在那里篡位谋国 等我与他变个真假 向那妖魔 滚到处 立业成功 徒地 他说那怪 神通广大嘞 怕他什么广大 早知老孙道 叫他寄走无方 我又记得 留下一件宝贝 做表记 师父莫要胡缠 做个梦便罢了 怎么只管当真 沙僧道 不信执中执 虚防人不人 我们打起火 开了门 看看如何便是 行者果然开门 一起看处 只见星月光中 街檐上 真个放着一柄 金香白玉桂 八戒进前拿起刀 哥哥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国王手中植的宝贝 名唤玉桂 师父 既有此物 想此事是真 明日拿腰 全都在老孙身上 只是要你三庄 造化滴了 好好好 做个梦罢了 又告诉他 他那些不会作弄人 就教你三庄造化滴 三藏回入里面道 是哪三庄 明日要你顶纲 受气 遭温 一庄也是难的 三庄却怎么担的 唐僧是个聪明的长老 便问 徒弟啊 此三是如何讲 也不想讲 等我先与你第二见物 好大圣 拔了一根毫毛 吹口仙气 叫声 便 便做一个红金鸡衔 把白玉龟放在那城着 道 师父 你将此物捧在手中 等天小时 穿上锦篮袈裟 去正殿坐着念经 等我去看看他那城池 端的是个妖怪 就打杀他 也在此间立个功绩 假若不是 且休壮祸 正是 正是 那太子不出城便罢 若真个硬梦出城来 我定引他来见你 见了我 如何赢的 来到时 我先报知 你把这匣盖撤开些 等我变作二寸长的一个小和尚 钻在匣里 你连我捧在手中 那太子进了寺来 必然拜佛 你紧他怎的下拜 只是不踩他 他见你不动身 一定叫拿你 你凭他拿下去 打也有他 绑也有他 杀也有他 哎呀 他的军令大 真个杀了我怎么好 嗯 没事 有我嘞 若到那警官处 我自然护你 他若问时 你说是东土钦差上西天 拜佛取经浸宝的和尚 他倒有慎宝贝 你去把锦兰夹杀 对他说一遍 说到此时三等宝贝 还有头一等第二等的好物 但问处 就说这侠内有一件宝贝 上至五百年 下至五百年 中至五百年 共一千五百年 过去未来之事 拒尽晓得 却把老孙放出来 我将你梦中话 告诉那太子 他若肯信 就去拿了那妖魔 一则与他父王报仇 二来我们立个明节 他若不信 再将白玉龟拿与他看 只恐他年幼 还不认得了 三藏文言大喜道 徒弟啊 此季绝妙 但说这宝贝 一个叫做锦兰夹杀 一个叫做白玉龟 你变得这宝贝 叫做慎明 就叫做立地活吧 三藏一言挤在心上 师徒们一夜哪曾得睡 盼到天明 恨不得点头唤出 福丧日 喷气吹散满天星 不多时东方发白 行者又吩咐了八戒杀僧 叫他两个 不可搅扰僧人出来乱走 待我成功之后 供如等同行 裁别了唐僧 打了呼哨 一斤头跳在空中 睁火眼平息看出 国剑有一座城池 你倒怎么就看见了 当时说那城池 离四只有四十里 故此平高就望见了 行者近前仔细看出 又见那怪物仇云陌陌陌 邀风 怨气纷纷 行者在空中赞叹道 若是真王登宝座 自有祥光五色云 只因妖怪青龙位 腾腾黑气锁金门啊 行者正然感叹 呼听得炮声响亮 又只见东门开处 闪出一路人马 真个是财烈之君 果然适勇 胆见 小出进城东 分为前草中 采齐开应日 白马昼迎风 驮骨咚咚雷 雕枪对对冲 假英军猛烈 千拳将小熊 火炮连天阵 当干应日红 人人之弩箭 各个跨雕弓 张网山坡下 突成小径中 一生惊霹 千奇拥皮熊 小兔身难保 乖张智一穷 狐狸该命尽 一路上当中 山智难飞托 乙鸡怎必凶 他都要 简战山场 秦蒙兽 摧残林路 射飞虫 那些人出的城来 散步东郊 不多时 又有二十里 向高填地 又只见中军营里 有小小的一个将军 顶着盔 灌着甲 裹度化 十八闸 手持清风宝剑 坐下黄镖马 腰带满仙功 真个事 隐隐君王相 昂昂地主戎 规模飞小辈 行动显真龙 行者在空暗喜道 不须说 那个就是皇帝的太子了 等我细他一细 好大圣 暗落云头 撞入军中太子马前 摇身一变 变作一个白兔 只在太子马前乱跑 太子看见正和欢心 拈起剑拽满弓 一剑正中了那兔 原来那大圣 故意叫他中了 却眼乖手急 一把接住的箭头 把剑灵花落在前面 丢开脚步跑了 那太子 渐渐中了玉兔 都开马 独自争先来赶 不知马行得快 行者如风 马行得迟 行者慢走 只在他面前不远 看他一城一城 将太子哄到宝林寺山门之下 行者陷了本身 不见兔 只见一支箭插在门槛上 惊撞进去 见唐僧道 师父 来了 来了 却又一变 变作二寸长短的小和尚 钻在红霞之内 却说那太子 赶到山门前 不见了白兔 只见门槛上 插住一支丢灵剑 太子大惊失色道 怪哉 怪哉 分明我剑中了玉兔 玉兔怎么不剑 只见剑在此剑 像是年多日久 成了精魅也 拔了剑 抬头看出 山门上有五个大字 挟针 赤剑宝林寺 太子道 我知之意 向年间 曾记得我父王 在金鸾殿上 拆棺鞋金箔 与这和尚 修理佛殿佛像 不期今日到此 正是阴竹道院 逢僧化 又得福生 半日闲 我且进去走走 那太子跳下马来 正要进去 只见那宝架的官将 与三千人马赶上 猝猝庸庸庸 兜入山门里面 荒荡的本寺众僧 都来叩头拜街 接入正殿中间 参拜佛像 却才举目观瞻 又欲游郎完景 忽见正当中 坐着一个和尚 太子大怒道 这个和尚无礼 我今半朝鸾架进山 虽无旨意之会 不当远接 此时军马临门 也该起身 怎么还坐着不动 拿下来 说声拿字 两边校尉一起下手 把唐僧抓将下来 吉利绳索便捆 行者在侠里 默默地念咒 教道 护法诸天六丁六甲 我今设法降妖 这太子不能知识 将神要捆我师父 如等及早护持 若真捆了 如等都该有罪 那大圣暗中吩咐 谁敢不遵 却将三藏护持定了 有些人摸也摸不着他光头 好似一臂墙挡住 难拢其身 那太子道 你是哪方来的 是这般隐身法欺我 三藏上前施礼道 贫僧无隐身法 乃是东土唐僧 上雷音寺 拜佛求精尽宝的和尚 你那东土虽是中原 其穷无比 有甚宝贝 你说来我听 我身上穿的这袈裟 是第三样宝贝 还有第一等 第二等更好的物类 你那衣服 半边扇身 半边露臂 能值多少物 敢称宝贝 这袈裟虽不全体 又诗几句 诗曰 佛依偏袒 不虚论 内隐珍如 脱世尘 万现千真成正果 九珠八宝 何元神 仙俄圣女 恭修至 一次禅僧 尽够深 剑驾不迎 游自渴 你的复冤未报 枉为人 太子文言 心中大怒道 这颇和尚胡说 你那半片衣 凭着你口能舌变 夸好夸强 我的复冤从何为报 你说来我听 三藏进前一步 何长问道 殿下 为人生在天地之间 能有几恩 有四恩 哪四恩 甘天地盖寨之恩 日月照林之恩 国王水土之恩 父母养育之恩 三藏校园 殿下言之有失 人之有天地盖宰 日月照林 国王水土 拿得个父母养育来 太子怒道 和尚是那有手有食 削发逆君之徒 人不得父母养育 身从何来 殿下 贫僧不知 但指这红侠内 有一件宝贝 叫做立地祸 他上至五百年 中至五百年 下至五百年 共知一千五百年 过去未来之事 便知无父母养育之恩 令贫僧在此 久等多时宜 太子文说教 拿来我看 三藏扯开侠盖 那行者挑将出来 拔呀拔地两边乱走 太子道 这星星小人 能知甚是 行者文言显小 却就使个神通 把腰伸一伸 就长了有三尺四五寸 众君是吃惊道 若是这么快长 不晓几日 就撑过天也 行者长到原身 就不长了 太子才问道 立地祸 这老和尚 说你能知 未来过去吉凶 你却有归作补 有事作事 凭书具断人祸福 我一毫不用 只是全凭三寸蛇 万事尽皆知 这思又是胡说 自古以来 周易之书极其玄妙 断尽天下吉凶 使人知所屈弊 故归所以补 师所以是 听辱之言 平具合理 妄言祸福 山祸人心 殿下且莫忙 等我说与你听 你本是乌鸡国王的太子 你那里五年前 年称荒汉 万民遭苦 你家皇帝 供臣子 秉心祈祷 正无典语之时 钟南山来了一个道士 他善呼风唤雨 典时为今 君王推夜爱小 就与他败为兄弟 这桩事有吗 有 有 有 你再说说 后三年不见全真 称姑的却是谁 果实有个全真 父王与他败为兄弟 实则同时 寝则同寝 三年前 在御花园里玩景 被他一阵神风 把父王手中金香白玉龟 射回钟南山去了 至今父王还私募他 因不见他 遂无欣赏完 把花园紧闭了 以三年已 做皇帝的 非我父王而合 行者闻言 沈孝不绝 太子再问不答 只是沈孝 太子怒道 这词当言不言 如何这等沈孝 还有许多话 奈何左右人众 不是说处 太子见他言语有音 将袍袖一展 叫军事且退 那架上官将 急传令 将三千人马 兜出门外驻扎 此时殿上无人 太子坐在上面 长老立在前面 左手旁立着行者 本寺诸僧 接退 行者 才正色上前道 殿下 画风去的是你生生之父母 见座位的是那其语之全真 胡说 胡说 我父子全真去后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赵一你说 就不是我父王了 还是我年如荣的你 若我父王听见你这番话 拿了去 碎尸万段 把行者多得贺下来 行者对唐僧道 如何 我说他不信 果然 果然 如今去拿那宝贝金语他 捣唤官文 往西方去吧 三藏即将红匣 抵御行者 行者接过来 将身一抖 那匣足不见了 原是他毫毛变的 被他收上身去 却将白玉龟双手捧上 献于太子 太子见了道 好和尚 好和尚 你五年前本是个全真 来骗了我家的宝贝 如今又装作和尚来进献 拿了 一声传令 把长老吓得慌忙 指着行者道 你 你这毕马温 专撞空头祸 待累我累 行者近前 意欺拦住道 修然 莫走了风 我不叫做立地货 还有真名来 太子怒道 你上来 我问你个真名字 好送法司定罪 我是那长老的大徒弟 名唤悟空孙行者 因我与师父上西天取经 左销到此秘宿 我师父夜读经卷 至三更十分得一梦 梦见你父王道 他被那全真欺害 推在御花园八角琉璃井内 全真变做他的模样 满朝官不能知 你年幼 亦无分晓 进你入宫 关了花园 大端怕漏了消息 你父王今夜特来请我降魔 我恐不是妖邪 自空中看了 果然是个妖精 正要动手拿它 不欺你出城打猎 你见重的玉兔 就身老孙 老孙把你引到寺里 见师父 诉此忠常 句句事实 你既然认得白玉龟 怎么不念居养恩情 替亲报仇 那太子文言心中惨气 暗自伤愁道 若不信此言语 他却有三分真实 若信了 怎奈殿上见是我父王 这才是进退两难心问口 三思忍耐口问心 行者见得疑惑不定 忧伤前道 殿下不必心仪 请殿下嫁回本国 问你国母娘娘一声 看他父亲恩爱之情 比三年前如何 知此一问 便知真假意 那太子回心道 正是 且得我问我母亲去来 他跳起身 聋了玉龟就走 行者扯住道 哼 你这些人马都回 却不走漏消息 我难成功 但让你单人独马进城 不可扬名卖弄 没入正阳门 须从后载门进去 到宫中见你母亲 且休高声大气 须是巧语低言 恐那怪神通广大 一时走了消息 你娘们性命巨难保也 太子谨遵教命 出山门吩咐将官 稳在此扎营 不得已动 我有一事 带我去了 就来一同进城 看他指挥号令 屯军士 上马如飞 急转城 这一去 不知见了娘娘 有何话说 且听下回分解 冬月地狱 是哪两路大神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刚 很高兴和你一起读西游记 第37回 鬼王夜夜唐三藏 悟空神话 引婴儿中说道 唐僧 夜宿 保临禅寺 梦中 遇见了一个鬼魂 向他求助 哎呦 这鬼啊 一身皇室打扮 气度不凡 原来是 乌鸡国 国王的冤魂 文中说他 面如冬月长生地 行似文昌开化君 那这冬月长生地和文昌开化君 又是哪两位神仙呢 有什么来头呢 我来带您认识一下 冬月长生地 有名冬月大帝 也就是泰山神 泰山呢 那是五月之首啊 冬月大帝的地位自然也很高 根据顾炎武考古录啊 周代末年 就有了关于泰山的神仙传说 而泰山神呢 有主管生死的说法 可以上述至先秦时期 泰山位居东方 而东方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春秋战国阴阳学 五行学出现之后 泰山就成为阴阳交替 万物兴起的地方 因此呢 人们认为泰山神 拥有掌握生死的能力 道教典籍说 泰山者乃群山之族 五月之宗 天地之孙 神灵之福也 古人认为泰山 为郡吉之地 也就是天下最高的地方 是天人相通的神地 古代社会啊 讲究军权神兽 所以历代帝王登基之际 都会来泰山风扇 领受上天的旨意 祈愿国台民安 同时宣告自己的绝对权利 那说完了这位泰山神呢 咱们再来说说文昌开化军 他又叫文昌帝君子童军 文昌帝君呢 掌管着天下文学考试之事 那在科举时代 自然有着很高的地位 凡是读书人 必定要奉猝文昌帝君 每逢文昌帝君诞辰 无论童生 秀才 秉生 贡生 还是举人 都要准备全牛和贡品 到文昌庙祭祀祀 关于文昌帝君的来历 有天神和人神 两种不同的说法 天神呢 那就是新天之神 而人神呢 则是凡人变成 天神说认为 文昌开化君呢 是天上文昌星变成 值得注意的是 文昌星和文取星 可不是一个东西 文昌星不是一颗星 而是六星组成的星宫 形容半月 位于北斗奎星前 而文取星呢 则是北斗奎星中的一颗星 因为文昌星和奎星 都是主文运 所以呢 经常有人把他们弄混了 人神说认为啊 文昌帝君呢 本名张亚泽 即张玉 按今天的说法呢 是四川人 东晋宁康二年 他自封蜀王 起意抗击先行 最终战死 后人在蜀地 紫童军 七曲山建祠 纪念张玉 应有行为 据说唐玄宗入蜀时 途经七曲山 听到了张亚子的事迹 非常感动 就将他追封为 左丞相 元仁宗 元仁宗延幼三年 紫童神张亚子 被封为 普元开化 文昌 斯陆 红仁帝君 简称文昌帝君 由此 紫童神 与文昌神 合为一神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文昌帝君呢 一共有七十三次化身 在周朝为张仲 在汉朝为张梁 在晋朝为梁王吕光 在五代为蜀王梦场 张亚子不过是 其中一次化身罢了 这些历史人物啊 之所以会被神话 当成某位神仙的化身 和道教的观念有关 道教呢 主张仙人传道 而不是个人悟道 这些啊 历史上大多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 推动了历史进程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 他们是神仙特地下凡 来指点人间之事的 好了 我是和你一起读 西游记的王刚 咱们下回再见 讲讲乌鸡国的故事 古话有云 二人不看井 三人不报树 字面意思上看呢 是说两个人 不要同时去看井 三个人 不要一起抬树 这句话实际上说的 是人与人之间的猜疑 以及反猜疑 两人不同时看井 首先井很危险 落井之后 营救的机会很少 如果A和B一起看井 A掉进井里 那么存在两种嫌疑 第一种是 A被B推下去 但是死无对证 B可以声称 是A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以此摆脱责任 第二种是 A不小心 自己掉下去 但也因为没有旁证 所以B也难证清白 百口莫辩 三人不报树 也同样存在两种嫌疑 第一种是 中间那一个人 他的发力难免会有所倾斜 任何他所倾斜的那一方 都会更轻松一些 所以任何一方 都会觉得他倾斜于对方 第二种嫌疑是 不管中间那一个人 用多少力气 前后两方都会认为 他不怎么出力 所以这句老话提供的 是人与人之间 一条猜疑链 人性 总是处处存在猜疑的 防人之心不可无 正是这个道理 西游记三十七回中 乌鸡国国王 就是身处 这条猜疑链上 但他 却显然对此认识 不够充分 他建国之后 遇到了天年干旱 曹子不生 民皆击死 国中仓柄空虚 前凉尽绝 这时呢 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能呼风唤雨 于是下了三尺二寸雨 救了全国的苍生 从此乌鸡国王 就与这位全真道人 八败为交 两年同寝同时 两年后的春天 乌鸡国国王 和他这个结拜兄弟全真道人 在御花园里散步上春 道人要他一起去看 花园里那个八角琉璃井 正是因为国王 对二人不看井这句老话 缺乏认识 他毫无戒心的 就来到井边 全真道人 都起杀心 把乌鸡国王推下井 随后自己再变成国王的样子 冒充真实的国王 继续瞒骗了全国的人民 包括皇后和太子 长达三年 唯一的问题是 国王的白玉龟 也随他落到井中 于是变成国王模样的 全真道人声称 是那个道士拐走了 他的白玉龟 然后逃之夭夭 他的这个骗局 有没有漏洞呢 这三年里 漏洞总是有的 尤其是身边人 肯定会觉得 有些不同的地方 全真道人 也明白这个道理 为了尽量填补 各种可能的漏洞 三年来 他禁止太子进入皇宫 与娘娘相见 只恐他母子相见 闲中 论出长短 走了消息 如果要说 全真道人 创建了一条猜疑链 那么太子 就在这条猜疑链上 孙悟空 变作一只兔子 将打猎的太子 引到宝林寺中来 自己呢 则变成一个叫 立地祸的小人 将真相 告知了太子 太子有两个方向的猜疑 第一个方向的猜疑 当然是对孙悟空 试想想 突然之间 一个奇形怪状的人 告诉他 现在坐在朝中的父王 不是你的父王 是一个妖魔 你真正的父王 被他害死了 这样的话语 任谁都无法一时相信 加上孙悟空的长相 本来就很可怕 骨头更在身体外 像只螃蟹 另一个方向的猜疑 则是对目前这个父王 这是因为三年来 确实有蹊跷 不让自己见亲生母亲 这是一矣 全真道人要劫走白玉龟 要劫走也无需待到两年之后 这是二矣 三矣 则是平时的言谈举止 日常细节 肯定也有让他疑惑之处 正因为太子心中有疑 所以当孙悟空要求他 把手下的人喝退时 他马上照办 将那架上官将 三千人马 都出门外驻扎 殿上 只剩他和孙悟空 和唐僧三人 本寺诸僧 也接退 这个细节值得留意 在这个场合中 太子心中隐藏的 对那个父王的疑问 其实正在浮现 孙悟空 一步步地说出真相 同时亮出那根白玉龟 其实就是一步步 说服太子的过程 当然 太子没有马上被说服 反而大怒 指出孙悟空 就是那个全真道士变的 孙悟空呢 完全不慌 进一步告诉太子 自己的真实身份 听了这番话之后的太子 心中惨气 惨气二字 正是因为他的天平 越来越倾向这些话 这时他已经不是怀疑 更大的痛苦是 他应该如何面对 这个真相 他的心理活动是 若不信此言语 他却有三分真实 若信了 怎奈殿上见 是我父王 这是孙悟空 给出最关键的一招 殿下不必心仪 请殿下嫁回本国 问你国母娘娘一声 看他父亲恩爱之情 比三年前如何 只此一问 便知真家义 太子马上跳起身 就要去问他母亲 所以说 年轻人 就是沉不住气 这里我们要把话题 扯得远一些 孙悟空 本来是最急性子的人 一向都是 有如暴叹 顾头不顾尾 我们也很熟悉 那些相关的剧情 太白金星 来通知他上天庭任职时 孙悟空问都不问 认的是什么职位 马上就跟着出门了 还走得特别快 他到南天门的时候 太白金星 被他远远地撇在后面 当他一听说 避马温 是个不入流的职业 他又马上呼啦一声 虚语间 就回到了花果山 来去 仿佛都是瞬移的 关于他的性子级 例子 真的是太多了 但仔细想 孙悟空在需要计谋的时候 也能表现出 特别严谨的一面 之前 有过两个例子 一个是 他假扮成高翠兰的模样 来骑哄猪八戒 一个是他 假投成百花修公主的模样 来骑哄黄袍怪 都扮得丝丝入口 可见 他对于人心人性 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现在 他又再一次表现出 他严谨的一面 他拦住性级的太子说 你们这些人马都回 却不走路消息 我能成功 但要你单人独马进城 不可扬名迈怒 没入正阳门 需从后载门进去 到宫中见你母亲 且修高声大气 须是敲声低眼 这个叮嘱 可谓周密 也是成功的关键 此时我们已经可以预计 太子和他母亲这一接头 真相 必定大白 好 这一回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下一回 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